环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震驚 軍事脈動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 主持人好 我跟朋友大家好 前立委蔡振元委員 主持人好大家好 亞太綜合研究院院長湯紹成老師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這一場發生在中東的戰事 伊朗本月一日大家還記得嗎 當時他向以色列發射了近200枚飛彈之後 外長阿拉奇突然間對外表示說 這是伊朗的自衛權 他說我們無意要繼續來展開攻擊了 他甚至說伊朗先前已經百般克制 以利加薩走廊的停火 這看起來這邊的情勢伊朗傳出 是要慢慢的來停火了 但是另外一邊夜門叛軍青年運動 卻不是這麼想的嗎 發言人這一位薩里他表示 我們發射了三枚聖城五的火箭彈 攻擊了深入以色列境內的軍事哨所 另外一頭以色列的部分又是怎麼應對 以色列繼續的進攻 包括他的正規的步兵還有裝甲部隊 都在加快腳步當中 在黎巴嫩的這一場地面行動 加強對真主黨的打擊 還有最新消息傳出來了 接下來幾間以色列將會對伊朗發動的重大報復 可能會把美國一起拖下水嗎 這一場發生在中東的大戰 以色列看起來勝利在握 但是伊朗打的是低成本的這種不對稱作戰 是否可能來扭轉戰局呢 這一集我們都會一起來深入地做解密 我們先來看到伊朗這麼快就宣布 他沒有意要繼續攻擊了 是否在戰略上面已經過早宣布 犯了戰術上面的錯誤呢 青年運動為什麼準備攻擊之際 伊朗卻在這個時候收手了呢 賴教授怎麼看 我覺得伊朗這一次的做法在戰略上很成功 因為它的態度很明白也很清楚 就是說這一次的模式跟上一次的模式是一樣的 是一個有限制有節制有正當性的報復的行動 那它報復的理由是什麼 報復的理由就是因為以色列 殺了它派駐在尼巴倫總部的高階的軍官 這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就是對於它尊貴的客人到這個伊朗的首都 參加它的總統的就職典禮 結果被以色列的特工非法的殺害 然後第三個就是它的盟友 珍珠黨的領袖被殺害 三個理由 所以三個原因它必須要進行反擊 必須要進行報復行為 而它的報復行為是有節制的 也就是說它只針對於以色列的軍事基地 軍事機構跟摩薩德的總部跟它的訓練場所 那也就是說不傷及以色列的平民百姓 不傷及無辜 而且不對於以色列的民生設施進行攻擊 這是很有限制 也有節制的一個反制 那這個反制到底效果如何 見仁見智 因為目前來說 這個資訊公佈的太少 不過有一個不尋常的一個動作 這個不尋常的動作是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以色列自己本身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它發佈一個命令 它的命令是要求 它的這個以色列的國民 都不准把伊朗這一次導彈攻擊的落點 還有被打擊的情況 然後的任何畫面 透過新媒體 透過網路公布出來 不能公布 不能公布 所以它派了它的這個審查員 就是在他們的網路上去做監督 而且在國際的網路上做監督 看有沒有以色列人 洩漏出這個伊朗的導彈攻擊 所造成的傷害 的畫面出來 為什麼 那我們這個就是一般來講 因為目前來說 以色列說我是成功的 絕大部分都攔截下來了 那伊朗第一時間說我九層的攔截成功 九層的攻擊成功 第二次修正八層攻擊成功 這是伊朗攻擊方當然要吹噓自己的戰果 但是防守方一定要減少自己的損害 凸顯對方的攻擊無效 所以對以色列人來講 他一定會說你的攻擊是無效的 我沒有造成損失 美國站在以色列這邊 美國也說沒有造成損失 你看就兩個人受傷一個人死亡 然後其他人都沒有怎麼樣 因為伊朗沒有要打擊平民百姓 他是打軍事目標 而他的導彈的飛行的時間是十幾二十分鐘 有足夠的讓這些軍人跟平民百姓 進入防控的沿體 所以只留下地面上的東西 可是我們又留意到 這個俄羅斯的情報單位 跟俄羅斯的軍事專家 他們所公布的訊息是說 以色列的F35戰機有受到損害 這是俄羅斯的軍事專家公布的 另外俄羅斯的軍事專家說 有三處的軍事基地被打擊到 但是他沒有公布畫面 也就是說俄羅斯的情報機構也好 俄羅斯的軍事專家 沒有把這個F35戰機被毀的畫面公布出來 沒有說以色列的軍事基地被打擊的公布出來 都沒有 那我們也無從證實 你俄國講的是對的還是假的 但是俄國人 美國人說我的神盾級的戰艦 在阿拉伯海成功的攔截 很大一部分的這伊朗的導彈 但是俄羅斯說沒有 你沒有成功攔截 那不然的話你把你的攔截的影片公布出來 你也沒有 所以這樣的一個羅生門 那也就是都是各說各話 到底情況怎麼樣不知道 但是我要強調的地方是在於 以色列的不尋常的動作 就是不准他的國民公布任何訊息 這讓我們感覺到說 那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會不會幾天之後 三五天之後有一些畫面 透過例如說美國或者是猶太人 所無法掌控的這個新媒體 例如說T-Doc或是其他的抖音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解露出來的話 那這個情況就不一樣 可是大家有看到幾個畫面 說有幾個彈坑在摩薩德基地的總部外 也沒有抓到這個指揮所 可是那個是英國美國媒體的報導 是以色列所安排 允許你去拍的 所以也就是說是以色列設計 或者是以色列只允許你拍到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不准你拍 那這樣的情況 我們對整個這個 伊朗對於以色列的攻擊 到底情況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好 但是伊朗已經講得很明白 我這是有限制 有節制的一個攻擊 對 那我只針對軍事機構 如果你對我反擊的話 你比如說 以色列現在揚言 要打伊朗的核設施 美國反對 要打伊朗的這個石油設施 美國也反對 那伊朗的態度很簡單 你如果攻擊我這些 那我就有正當性了 我有正當性 我有合理性 我反擊打你以色列的民生的設施 那我就在國際間也好 在中東地區也好 我取得正當性 所以不能夠說 伊朗的這個動作 是犯了戰術上的錯誤 是 好 那要說在我們來看到說 這個以色列最近的動作 真的很不尋常 大家也在看說 它是不是秘密的 在籌劃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而且美國媒體 現在做的一個最新報導 說以色列官員透露 未來幾天 非常的重要 要來關注的就是 它可能會對伊朗展開重大的報復 攻擊目標 現在也已經開始逐漸的說明了 說可能會在伊朗境內的石油生產設施 或者會有這種針對性的暗殺行動 甚至針對伊朗的防空系統來做摧毀 但是大家最擔心的絕對就是以色列是否攻擊位在這個地方叫做納坦茲的核設施 這是來自紐約時報的報導 尼巴林的南部 雖然有一兩個部隊遭到挫折 但基本上大部隊已經進去了 所以表示說他真正要忙的 在這個時間點其實不是伊朗的問題 他只是政治領袖放個話 所有的媒體在報導 所謂的核設施 加油設施 石油生產設備或其他的 那個都是不是正式的 有以色列的官方有證認的這樣表示 以以色列的習慣 他很清楚伊朗在做什麼 剛才賴教授講對了 這一次基本上是伊朗很有節制的在做這次打擊 打擊的地點都非常的空曠 他故意找的嘛 明顯就打到很空曠的地方 他打那個以色列的空軍基地 也打到外面外圍了 連跑道都沒打到 顯然是他很清楚說我們不要再惹事 我有個交代大家交差了事 真的是這種息事凝惹的態度 因為伊朗有充足的理由要去撫平他 內部的一些民意的壓力 要不然你當政者會被看成軟腳蝦 到時候民意反彈 反而國內政治會更麻煩 你再只要注意看 我是覺得他目前透露出來的最標準的是用什麼 量數量很大的導彈 但那個導彈通通叫做卡爾達 有人發現成卡爾達 或者有人發現卡爾達飛彈 問你這款飛彈是很老舊的飛彈 那這種老舊飛彈 伊朗是數量很多 消耗性 又很便宜 而且他那個準備時間要很長 為什麼 他是液態燃料 加燃料油才能夠飛的 那一款真的在世界上在作戰 很少人在使用 那他就量多 拿出來 像賴教授拿出來消耗消耗 那一種飛彈最大的缺點 精準度很低 所以這一次也證實了這個精準度很低 如果他真的有心要打這個摩薩德總部的話 就不會用這種導彈打了 你明知道這種導彈要打準的不太容易 而且打這麼多顆幾乎都是這個導彈 中間穿插一兩格 他聲稱是所謂的高超音速導彈 可是看起來也沒有高超音速導彈的樣子 所以我認為他大概連用比較貴的導彈來打都捨不得 所以真的是很有節制 打了地點有節制 用了武器有節制 都不是什麼高爆彈 你看打那個洞小小的都沒有很大 所以伊朗也在暗示說 咱們是就這個了的 江湖恩怨現在一筆夠小 翻頁 是不是翻頁了再說 所以在這種處境底下 你這個以色列說要去打人家核設施 也沒有那個太高的正當性 難怪美國說 你要打以後再打 好我們要趁這一波來處理 你要打那個石油的設施更沒正當性 為什麼 因為伊朗的石油設施的對面就是阿聯酋的石油設施 你不自己找麻煩嗎對不對 伊朗還是有能力封鎖波斯灣 雖然他現在跟阿聯酋 跟他處得很好 他如果抓幾狂來就開始檢查 拿幾條船運到哪裡去 運到中國了放行 運到哪裡就給你卡住了 你也很麻煩 美國現在最不希望看到就是油價上漲 尤其現在美國總統正在選 你油價上漲的話 你不是給拜登添麻煩嗎 對 所以我是覺得伊朗那個以色列看得懂 那個納坦亞胡當然講一講話 但是也沒有很狠 他講一講場面話過個牆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大概這樣子而已 那應該也會跟上一次一樣 哎呀 先把黎巴頓的事情解決以後再說 問題解決黎巴頓就一弄就只要弄一年 到了明年這個整個氣都消了 活為息了 好 所以委員我們看到說伊朗方面實際 為了安撫國內的民意還是有所克制的 但是我們來做一個假設好了 因為美國媒體就說嘛 以色列一定會展開這一場重大的報復 所以如果我們來假設說真的展開報復的話 真的就萬無一失嗎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以色列方所花的軍事成本 真的相比來說是敵陣營的好幾倍 這是來自於美國軍事雜誌的報導 做一個計算 他說哈馬斯跟真主黨經常發射的這一款 是克丘砂火箭成本300美元 不到台幣1萬 那彭博社也說了 以色列的鐵蟲系統發射了美煤 它的攔截彈 這個成本就要5萬美元 是新台幣160萬 再來印度的當地媒體也報導說 伊朗的彈道飛彈1枚只需要10萬美元 見證者無人機成本2萬美元 總體做一個結算 4月份伊朗的攻擊成本是1到2億美元左右 這種不對稱作戰是否給以色列帶來壓力呢 另外剛剛委員也提到了嘛 這個如果被攻擊的話全球油價一定會上漲 那以色列會受到國際上有什麼樣的壓力呢 我非常同意剛剛前面兩位先進所說的 就是說現在的這個情況呢 這個我覺得是有點不對稱 什麼叫不對稱啊 不對稱的意思呢是說以色列在武力方面 要比這個伊朗呢要強過很多很多倍 尤其以色列被懷疑跟美國 那伊朗呢 伊朗你說現在有什麼呢 我覺得現在有點孤立無援 意思就是說他自己要面對這麼多的 這種他的這個同伴 要跟以色列來作對 那可是呢 他自己我覺得現在 你去看看伊朗的這個經濟情況啊 是非常非常令人堪虑 尤其現在他們內部啊 這個反政府的 這種這種力量呢 行業現在越來越強了 那這裡面呢 我再把它歸納一下呢 就成為兩個因素 第一個武器 第二個士氣 你說武器 你比得過以色列嗎 我再舉一個例子啊 川普還在當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他把這個 伊朗的那個叫做 沙拉瑪尼那個軍頭啊 就把他刺殺了 結果呢 伊朗說我報復 結果伊朗就說 他這個我射了 昨天射了這個幾十個飛彈 射到這個 不管是哪裡 他沒講哪裡 他說大概就是美軍的基地啊 結果第二天啊 那個時候還川普當總統啊 他說我們毫無傷亡 他說你這個飛彈打哪去啊 他說打到沙漠去啊 搞不清楚 要不然就是第一個你打不準 第二個呢全部被攔截了 就是說被攔截的機率呢 還是還是蠻大的 那所以我說在這個武器的這一塊啊 這個 伊朗這個地方可能站不到上風啊 那你說士氣這方面呢 我們剛剛講啊 我說這個 內部的這個情況呢 也不是啊 啊這麼樣的 像以往啊 啊有那麼樣的這個強力 來對抗外面的這種威脅的這種情況 那如果說我們要看看以色列這邊呢 以色列這邊呢 其實我們也看到了有一些他們的這種反抗的啊 這種力道也出現了 可是呢我看他們的這種當然啊 這跟媒體也有一些關聯啊 那他們那邊到底是怎麼一個情況呢 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是 那好那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我說從伊朗的這個 他的這個軍事的這個力量來看的話 我現在把海陸空還加一個什麼 恐恐攻 意思就是說你伊朗這邊啊 你用海陸空的這個方式啊 要來對付以色列的話呢 我是覺得說都有很大的困難 因為我們看看這個中間的這個距離啊 這個中間還隔了好幾個國家 所以說你這根本沒有別的辦法 只有用飛彈 是 那你飛彈如果說你還也是沒有什麼效的話 那還有一個什麼呢 恐攻 那這個恐攻的話那就是防不勝防 那意思就是說那美國在這邊啊 包括這個這個 燕門的 燕門的這個青年組織 他就在紅海剛剛都提到了啊 如果說他在那邊有些什麼動作的話 那可能就影響到油價 影響到油價就影響到台灣 那所以我說以色列這一次的這個進攻啊 當然也會對他的這個油價 會有產生相當的影響 那因為以色列他第一個他不產石油 他雖然有一些天然氣 可是呢還是不夠 所以說他我看也是有同樣的啊 會受到油價的這個迫擊 這是來自路透社的做的最新報導 說烏軍的第72機械化旅 在10月1號晚間是正式的撤退之後 俄軍現在是幾乎已經完全掌控了 烏東重要的戰略堡壘 也就是他的軍事的這個制高處 我們一直在聊的這個地方 胡利達爾陣 從俄烏戰爭2022年爆發以來 我們看到這個胡利達爾 多次的抵抗俄軍的猛攻 烏克蘭更是派出他們非常頑強 出名的這個第72機械化旅 鎮守當地 但是根據最新的消息指出 俄軍這一次先是使用前行戰術射下圈套 再用他們其他的戰術 包括了火炮跟華翔炸彈 這些武器來猛攻當地 壓縮了烏軍的據點 我們來看到在這種強大的火力之下 連72機械旅是否都已經抵禦不了了 他們的王牌部隊挺不住俄軍的攻勢了嗎 賴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普丁早就一直有決心 要把這個陣打下來 這個陣有一萬多人 這個陣的戰略地點 戰略位置非常重要 因為打下來之後 對於紅金城的包圍圈 就更加地縮小了 因為紅金城是在他的北方 西北方的地方 可是他往南方走 就會跟札波羅熱就接在一起了 然後再靠近一點往西走的話 就會到了這個鐵道的運輸點 普丁早就想把他打下來 但是我們強調 這個北約跟烏克蘭在這個地方 他們的攻勢 花了大概七八年的時間 所以他們的防禦攻勢做得非常好 非常完整 因此很難打 那一道一道的防禦攻勢 很難打 這一次很明顯的 俄國在過去的戰爭中 吸收到了很多的經驗跟教訓 所以它的打法 尤其是坑道隧道戰的打法 它不再採用這種導彈的 所以您剛剛講到 滑翔彈的一個打法 這一次的進展 是兩年以來最快的一次 而且打得非常漂亮 就是您剛剛有提到的潛行戰略 就把它夾住 圍起來 那把它圍起來 圍起來然後慢慢地收縮 所以它正面 繼續在給你施壓的時候 吸引你的阻力 但是它的另外的部隊 從外面繞過去 俄國為什麼能夠這樣做 第一個它在兵力上 絕對的優勢 第二個它在火力上 是七倍的優勢 所以它不急地打 它用很大的火力一直制壓 一直壓 然後一直壓了以後 部隊再慢慢地往前推 然後把你前面跟後面都切斷 讓你只能從後面 就是你的北邊跟南方都切斷以後 讓你只能從西方裡面撤走 那這樣的一種壓迫的情形下 它很明顯的 七十二的這個機械化旅 精銳旅 他們也撐不住 你要不就是全面被見面 裡面的軍官 士官士兵開始埋怨 然後要不就是最後會投降 那這樣會讓烏軍更加的難看 要不就是他們就被打死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的士氣已經都消失了 傳出的各種不好的消息都出來 那你就等於是給烏軍的這個七十二旅的指揮官 施加更大的壓力了 也就是說你要不就是犧牲整個單位 你要不就是撤走 那最後這個指揮官 他只能撤走 所以當他一撤走了以後 俄國就把這個小鎮就打下來了 可是俄國為什麼沒有在第一時間 馬上大啦啦的就慶祝 那就是因為裡面還有殘餘部隊 所以他們雖然已經到了市政府的樓頂 把旗子伸上去了 然後那麼開放給記者來拍放 然後把畫面傳出來以外 他們還沒有馬上公布 就是因為他們的一些掃蕩還需要進行 他們認為還需要幾天才能夠把整個都清除掉 俄國打下這個的用意在哪裡 他南方就跟札波羅勒就連結了 那一般估計他在往西推三十公里 速度就會很快 這個也就是歐美的媒體在報導這件事的時候 都說這是兩年以來普丁最大的一個勝利 因為他接著再往內推三十公里的速度 因為這中間幾乎無險可守了 那他再往內推三十公里 那他就會對於紅金城形成了一個包圍圈了 本來紅金城跟他是連結一線 現在這個小鎮被打下來了以後 如果俄軍再往前推下去 紅金城就變成他可以往後包招了 這個對紅金城是非常不利的 而紅金城的防禦的攻勢是非常的強的 另外他大量的依托他的礦產的地下的隧道 所以紅金城基本上難打 可是他一旦被包圍下來了以後 鋼碟廠的那個事件很有可能就會再度發生 也就是說過去有一個打鋼碟廠也是發了好多的時間打 就是因為他的地下道他的錯綜複雜 那你想想看紅金城一旦被圍住被切斷後面的路線 那其他的就很好打了 所以我覺得對於烏克蘭來說 這個局勢是非常的惡化 很不利的一個情況 好 我們看到其實普丁他的戰略策略是非常的緘密的 這種三面包圍的這個陣的地方 那大家也在看說除了用這種包圍的攻勢之外 很重要的工程就是他沒有這個滑翔炸彈 滑翔炸彈的特點在觀眾朋友稍微了解 他這一次俄羅斯向烏克蘭前線投了將近 每周達到千枚這麼多 而且他的成本非常的低 他的裝藥彈最高甚至可以達到1.5噸左右 但他還有一些特性 包括他的體積小很難在雷達上被發現 而且他沒有推進的裝置 他也不會釋放出任何的熱源訊號 很難被攔截發現到 請委員來幫我們看 有了這個滑翔戰 滑翔炸彈是否讓烏軍束手無策 俄羅斯這一款滑翔炸彈要發揮功力 是因為他有滯空權 為什麼俄羅斯能夠有滯空權 就是烏克蘭的防空武力不夠 儘管說美國給他好幾套的愛國者飛彈 還有其他的防空什麼先進等等的設備 可是問題是在這裡 他都擺在幾乎幾個大城市的周邊 真的在戰場上他一不敢擺 二擺了也會被消滅 所以對烏克蘭真的是很困難 戰場上的防空武力 基本上不存在的 那你不存在的滑翔炸彈在俄羅斯的手上 你其實遠一點的飛彈 要來作為防空作用 有很麻煩的地方 第一個 這一款滑翔炸彈 是俄羅斯在第二四世界大戰就有了 根本就是找著存貨不曉得幾萬顆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又很便宜 那滑翔炸彈的製造成本是非常低的 那只是後來他學美國 把他加上了滑翔液 讓他有一個很基本的導引的滑翔功能而已 那這個對俄羅斯來講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總是比做那個飛彈來的成本低 技術成档次又來的低 那這一款滑翔炸彈就以FAB3000 這款總重量到達3噸的 大概彈藥將近1.6噸 其他彈體大概1.4噸 這樣的一個炸彈 他們有足夠的飛機可以把它載上去 因為很重很重 那載上去的話 它飛機的這個彈性 這個靈活性就會降低 可是你烏克蘭沒有什麼戰鬥機可以跟它對抗 然後它飛到1.2萬米高空上 1.2萬米高空上面 它把這個炸彈往下一丟一滑翔下來 它只滑翔多少 滑翔20幾公里而已 等於平面距離是20幾公里而已 那它飛機在44公里外丟 讓它進入這個滑翔範圍 在差不多20幾公里的時候 它的時速高達音速 等於這個時速到達1200米以上 我們的音速大概1280米 已經到了音速的一個速度 它根本沒辦法防啊 你要地面上的那個部隊 陸軍怎麼去抵抗這個東西呢 所以再堅強的攻勢都很容易被炸毀 所以經常福利達爾的攻勢就 上面已經被炸平了 那你說人可以底下可以火啊 問題你要抵抗你還是要出來 這形成一個對於俄羅斯的地面部隊 就掌握了優勢 那剛才這個賴教授講的 它前行攻勢 它前行攻勢 從後面很遠的地方跟你包抄 你再不走的話你就沒有路可走了 而且你就像馬女巫婆到時候 連食物都沒有 連彈藥都沒有 那你就整個什麼 孤軍在那邊作戰 再加上為了打褲斯克 他把很多的精銳部隊拆走了 雖然表面上是有一個什麼 72機械呂 可是問題是 到底這個機械呂 剩下幾個贏在現場 大家都覺得很少啊 那你那些派很多新兵 我只能叹一口氣 我們這也是俄羅斯戰爭最大的經驗 新兵真的沒辦法作戰 只是送死而已 然後這個台灣沒有引以為切 還要找什麼民兵 那真是這種重武裝的一種攻擊 所以整體來講說 這個滑翔炸彈當然是最大的工程 可是也是因為它有制空權 那因為它有制空權 所以這種載這麼重的大彈的飛機 缺乏零口性的飛機 才可以搖搖晃晃跑到現場 去丟這個滑翔炸彈 所以它是一個系統在運作 再加上3D定位 知道 這個俄羅斯用無人機做3D定位 3D定位 3D定位是在中國淘寶買的 一個才1500塊人民幣 那就等於是 用低成本來整天轟你的 這個100顆200顆都不是問題啊 那你說烏克蘭該怎麼辦 除了撤退以外 大家沒什麼選擇 好 謝謝委員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魂 現在與未來 東西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現 好 最近我們來關心產業消息 這是越南中部的廣義省的官員 他做的這個分析 他說在10月2號 他那天說了 實名的越南漁民 在9月29號當天 在南海這個西沙群島附近的海域捕魚的時候 遭到了兩艘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船隻 其實是暴力搶劫 他這麼形容 那解洗了 洗劫了越南漁船上面的漁獲 還有它的設備 這個總價值的部分 他說達到了數千美元的金額 而且這個搶劫的時間達到了3個小時左右 根據了解兩艘中國的漁船上面 這一次一共是40個人左右 還是以這個鐵棍來毆打越南的漁民 這一集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的是中越過去的歷史情節 難道這一次是反映在南海的衝突上面了嗎 另外中國大陸不斷的爭取透過融資來協助越南建的南北高鐵 這一次遭到越南打槍 中越關係在新任領導人蘇林上任之後出現了什麼樣變化嗎 今天我們帶您一次來做掌握 先來看到這起事件 越南漁民遭到中國大陸的漁船搶劫 會不會激化中越在西沙群島的矛盾 越南政府怎麼沒有在第一時間公開而是隔了三天呢 賴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是蘇林去美國訪問回來之後 我們就已經預測 越南就準備開始鬧事了 因為這個是一個SOP標準的作業程序 我們常常講說美國的政府官員 他們基本上腦袋都有一本教科書 然後他們只會根據教科書的方式來作業 所以美國的官員他們的決策方式很容易猜 也很容易判斷 您看菲律賓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 每一次美、日、澳、非聯合軍演完了以後 菲律賓的漁船就來鬧事了 然後蘇林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一直在強調說 中國大陸是它最重要最優先的夥伴國家 然後它很重視 那其實開口就是要鐵路嘛 要高速公路嘛 要高鐵 要基礎建設 那中國大陸當然知道 越南的這種搖擺打中國牌打美國牌 那大陸當然在這個部分裡面是很保守的 也就是基本上是比較謹慎的 接著蘇林就跑去美國了 那跑去美國了以後 那美國一定會要你給我鬧點事 我才願意送你禮物嘛 因為我們都知道去年也發生同樣的情況 越南也是跟中國大陸鬧完了以後 美國就送禮物過來了 說它的半導體都要進來了 結果後來半導體不但沒進來還撤走 而越南才發現說他們又被美國人騙了 這次又一模一樣又來了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說 因為西沙群島這個地方是毫無爭議的 是最沒有爭議的屬於中國的區域 那你越南的漁民跑去西沙群島這個地方來捕魚 你直接侵犯了中國的經濟海域 這個是毫無爭議的海域 毫無爭議的島嶼 過去只有美國的軍艦跑到西沙群島去挑釁中國大陸 那你越南的漁船跑到沒有爭議的地方 完全屬於中國的地方 而且是屬於中國的經濟海域的地方 去捕捞作業不被修理才怪 不被修理那是中國的海景 有失職守 這個是很經典很典型的一個道理 好 那為什麼會在29號 你看為什麼 因為蘇林去美國了 回來了以後就開始鬧了 那為什麼29呢 9月28號 澳大利亞 紐西蘭跟日本 他們三個國家的軍艦 穿越台灣海峽 接著就到了這個馬尼拉的外海 然後馬尼拉的外海就是跟黃岩島有重疊的經濟海域 然後呢美國跟菲律賓就加進來了 五個國家就在這個地方舉行所謂的聯合軍演了 那是9月28號開始要聯合軍演 那9月28號當天 中共大陸馬上就宣布了一件事 就是南部戰區在黃岩島實施海空海警的實彈演練 跟士兵演練 你看就在29號 越南的船就來鬧了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 都完全配合好的 就是這邊想說把這個中國的軍力 吸到這個菲律賓的海域 不是菲律賓海域 吸到馬尼拉這個地方來 那中國的海警的力量 比美國多多少倍啊 所以越南的船就跑到西沙巡島來鬧事 那當然被修理嘛 那是辭法 這個還算輕啊 這個小事一件 好 所以我們看完說 蘇林這次見了拜登之後 對於中國的態度上面就是有了另外的轉變了嗎 這是故意鬧了嗎 那所以這個事件 會不會也連接到了這個越南的這個南北高鐵 本來是說中國大陸一直說可以拿下這邊的這個經營嘛 那亞投行的行長他也在7月份說要提供50億美元這個優惠的貸款 結果越南的官員怎麼說 他說我們就是要用自己的國家預算來做就好了 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政府的債券啊 還有捐款等等 低利率貸款自己做就可以了 我們看到說中國本來釋出了善意 現在越南不接受原因到底是什麼 反映出了越南族製外交哲學嗎 難道有點偏美嗎 老師怎麼看 越南這個國家啊 它跟中國之間的這個關係啊 遠遠流長 它一方面受惠於中國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呢 它又排斥中國 意思就是說它不願意做中國的小弟 可是呢它實際上 它確實也已經是中國的小弟了 為什麼呢 我們這個可以從很多地方看得出來 因為第一個有邊界 第二個你的這個制度相類似 第三個你打這個韓戰 打越戰的時候 你抗美的這個意識呢 跟中國是完全是一樣的 還有一點 中國控制它的湄公河的上游 就使得它這個整個湄公河的這個體系啊 完全掌控在中國的手裡 那所以說從這幾個角度來看呢 這個越南方面它也提出來了 這個當然是中方最早提出來 所謂的這個阻止外交 主旨外交是史密斯呢 就是堅忍 靈活 可是呢謙虛 這個非常中國話 意思就是說它希望呢 它不要有什麼敵人 也不要跟這個其他國家 這個好像交惡 那朋友越多越好 敵人越少越好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你說它是不是必須要在這兩大國當中呢 找尋它自己的這個位置 你比如說舉個例子 最明顯的那個金蘭灣 那金蘭灣啊 誰來我都歡迎 還有這種事啊 這個一個軍港啊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他當然就說他要拉一打一 他試圖用這種方法 比如說我一下子 因為這個蘇林啊 他剛剛接任這個黨的總書記的時候呢 他第一個訪問的是誰 北京 是習近平 然後最近才去了美國 他去美國他不是去訪問啊 他是去那個參加聯合國的那個大會 然後順便啊 跟這個拜登見了一面 意思就是說 哎 你老美你這邊是不是要來支援我一下啊 那我好我好幫你出出氣啊 幫你去啊 來頂撞一下這個中方 那所以呢 他就做出了一些動作啊 來 說啊 你看 我是不是還是靠向你美國的 那像這個這個高鐵啊什麼的 那他就說啊 那我就暫時先打住 他是用這種方法 那這種方法如果說不靈的話 哎 他就到時候又反過來了 反過來了說哎 這個高鐵還是不錯的 那所以我是覺得他的這種啊 外交的技巧啊 那就要看越南人 你能夠有多少的這個智慧啊 有多少的這個手段來達到你的國家目的 這目前還是很難說的 好同一個問題等一下請教委員 怎麼看這個越南的外交技巧 確實哦 他在八月份的時候是先跟這個蘇琳 先去北京見了習近平主席 然後雙方簽了14項的合作協議 接著剛剛他老師幫我們提到 他也去這個聯合國大會之外 確實他還是有去美國見了總統拜登 然後呢也見了這些科技巨波的巨頭的領袖 包括Google跟Meta等等 那跟華盛頓這邊他說 越南我們希望從非市場經濟體的名單中移除 也要取消貿易限制 來加強每月在半導體上面的供應鏈合作 好怎麼看越南的外交政策委員 那這次拜登搬出的Google跟Meta 科技巨波都出來了 能夠成功拉攏越南遠離 中國大陸嗎 越南是一個很標準的窮國裝闊 弱國裝強 他覺得他東南亞他應該稱霸東南亞 沒想到碰到中國他怎麼稱霸 稱霸不起來 明明他就很窮 為什麼說很窮 他的外匯存體才多少 才800億美元 然後他說他要蓋673億的高鐵 然後他說我靠自己不要跟別人借錢 這個口氣好像太大了一點 然後他今年的外匯的匯率 越南盾整整扁了10% 那表示說因為大家會擔心他的外匯存體不夠 所以開始在做這種外匯的操作 來讓越南盾不太往下扁 好處是越南東西就越便宜 越便宜的出口就越多 出口越多 竟然經濟生長率看起來會不錯 可是老百姓因為進口東西很貴 就會叫苦連天 因為越南大部分的東西 像藥很多東西都要靠進口 所以包括他電力要進口 那中國要賣得便宜嗎 所以這裡面就有一點複雜的國際外交 他一定要拿美國來跟中國討價還價 而且越南站了一個比較獨特的位置 就是說中國也需要在中美鬥爭東西 透過越南奇產地把東西賣到美國去 等於各取首須 那政府方面的話 他越南也藉這個機會 像中國白白姿態 然後跟美國講說 你看吧 我不是都聽中國的 你總該給我一點好處 你給我好處越多 我就離中國越遠 那跑來跟中國講說 你要給我一點好處 你不給我好處 我就會靠美國越來越近 所以很標準的 落國裝強國 但是就一個這種落國窮國 他採取這種策略 我們也沒什麼話說 因為各方面討好是他唯一的 最好的生存之道 所以美國說我要給你半導體 那他沒電 中國他給我半導體 我沒電 你可不可以給我電 到處是要 這是合理的 不然他國家怎麼起來 因為他前段時間 應該去年吧 有一家銀行倒閉 名字在西貢商案銀行 被一個非常有錢的女首富給掏空 結果銀行倒了以後 他根本連錢拿去補都沒有 所以現在是新上任的蘇琳 我知道他很為難 巧富難為五米之吹 那竟然沒有米都要到處畫圓 到處畫圓都要左右逢圓 這個策略就叫阻止外交 謝謝委員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這一節產業財經消息 我們來關心的是 陸股十一長假修市 那台股的部分則是因為強台山土而來襲 所以股市 匯市也都是修市的 不過我們來看到港股是照常運作的 在二日這一天 港股突然間我們看到它的幅度 漲幅達到了1310點左右 更是有超過6%的一個漲幅 收在22400多點 這是時隔十個月之後 我們看到橫指再度的超越了台股加權指數的表現 事實上這不是一天的利多 我們從本月的24日來開始看 大陸的中央公佈了救市組合之後 橫生指數其實它的漲幅累進已經達到4200點 暴增了幅度達到23% 非常的強勢 而這當中我們看到籃籌股的部分表現最驚人 就是中資的這些房地產相關的概念股了 專家來分析看好的就是大陸人行這一系列的救房措施 這當中包括了在調整它的存量房貸利率 還有放寬一線程式的房市限購令 跟最低手付款的比例 都是刺激這一波股市的重要力多 不過這一波的漲是在四日出現了一些小小的小幅度回突 接下來如果要支撐港股繼續的漲 關鍵請委員來幫我們解析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看股市是沒有錯 可是香港股市的規模只有它債市的二分之一 換句話債券市場是香港股票市場的兩倍 然後香港的外匯市場又是股票市場的五倍 所以你要觀察這個香港的金融指數 一定要從它的外匯市場的每日交易量先看齊 每日交易量就是股票市場的五倍 以目前來看的話 香港的外匯交易市場已經是熱弱的 五年來沒看過的狀況 什麼意思 就是有一大堆外國資金湧入香港 對 那湧入香港他當然不會馬上說 我馬上擠著去買股票或買債券或做什麼投資 但這個表示說 為什麼那麼多這個資金進來 有中東的啦 甚至有日本啦 有美國的資金先湧到香港裡面來 跟以前所謂資金從香港撤退那個景象 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這裡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美元降息 美元降息了以後再留在美元意義就不大了 回到香港來做操作日元 操作這個歐元 操作英鎊 操作人民幣的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在香港 因為他除了香港還有新加坡 東京很少人作為做外匯買賣的一個集中的地點 那錢既然已經進來的話 就一定會流入債券市場 因為債券市場是一個固定利息 而且目前香港的利息又比美國高了一點點 所以對這些短線的人 他會跑到債券市場去 但是其中大部分應該是長期資金 長期資金他一定會進入大陸的股市 所以你看他在買南籌股 買中國房地產的股 因為中國大陸房地產 我從去年跟他講說股票已經跌了不像話 到底他已經跌到地板了 已經沒有地下室可以跌了 保證是這樣子的 果然沒錯啊 他大陸政策一宣佈的話 我最喜歡舉個例子 我看他傻眼了 福建一個比較不知名的 但是福建最大的地產公司叫寶龍 當天就漲了25% 然後還不夠看 廣東有一家大家比較不熟悉的公司 也是地產股叫澳元 一天漲150% 你就是這種漲法 那為什麼這種漲法呢 因為大家認為 這個中東土豪會進來 那我們寧可先進去 所以就整個把 中東土豪也真的進來 還不是假的 因為中東土豪比美國資金更早到達香港 那也在 香港也在那邊設了很多 所謂家族辦公室 所以人行這個政策推出來 一下子就讓香港已經漲了兩千多點了 漲了兩千多點 那今天回檔個一百多點 我覺得是一個很正常的 因為總是有短線投資者 那我認為整體來講會欣欣向榮 今年大陸保證經濟成長率會超過5% 會再超5% 那不曉得摩根斯德尼 還要不要跟我對賭一次 他已經輸了兩年了 要不要對賭一次 所以整個大陸的房地產已經脫離困境了 那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習近平主席把金融大權拿回來自己管 以前都歸國務院管 這是胡錦濤時代立下的規矩 就是金融的東西是歸國務院管 國務院總理管 黨主席不管這個 就他現在成立中央金融工作會來了 就把以前的很多的財金融觀念給請走了 開始用專業了 因為以前不曉得為什麼 用了幾個叫哲學系畢業的 然後說號稱他懂得開放哲學 就是來管央行 我也不曉得這個道理該怎麼弄 那還寫了很多文章吹捧這些人說 從哲學到銀行 我也不太懂 我覺得哲學畢業系的畢業的 應該比較適合去當民政部門的官員 在金融這種這麼專業 民政 民政怎麼行 我不懂啊 我的民政可以說 這個族群和諧啊 更複雜 比較容易懂 真的 那一位先生在位的時候 真的是把羊媽 這個搞得實在是 我看一個頭骨個大 那現在換掉了 換掉就好 換了這一批 尤其是潘公盛 就是專業的 一輩子沒有別的頭路 他一輩子就是幹這行業的 這個是很適合 他推出來的措施就很專業啊 這個讓整個資金趕快活絡 中國大陸最大的優勢是在什麼 中國大陸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存款 它的老百姓的存款量有多少呢 就是美國的所有老百姓的存款 加歐洲所有老百姓的存款 價錢還要多 那為什麼 他寧可領那麼一點點 這麼小的存款利息呢 為什麼 他覺得 投這個也怕 投那個也怕 那你為什麼讓他怕 你就讓他不怕 錢就會過來了嘛 那果然沒錯嘛 你不要限制他嘛 一下子告訴他說 你如果買兩套房 我就查你的存款 那誰要投資啊 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東西 習近平主席都把那些 亂七八糟的手給砍一砍 不可以勝過來 那資金一出來 那給大家信心 現在這整個就會恢復一個容型 而且大陸要改一個觀念 金融業的復甦是帶動百業興旺最好的方法 用來記入這個原理 是 好金融確實 金融賺錢了就可以帶動消費嘛 那這一次的十一長假 中國大陸的這個人民也說 希望不要放假再繼續放下去 他們想要趕快股市開始可以賺錢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現在期間就是十一長假的期間嘛 確實在消費上出現了顯著的變化 那政府也有很多的補貼 先來看到上海的部分 投入五億元在他的餐飲住宿啊 還有他的電影體育等等 那發放了這個叫做樂上海服務消費券 這是上海 好再看到四川 投入了超過四億元的資金 用在二零二四 梳理安逸消費券的發放 其中三億元都是在家居家莊 這個是不是跟房地產也有關係 這種消費券 再來杭州市了 蕭山區直接開吃年夜飯 也太提前了吧 業者說呢 今年我們最早的年夜飯訂單 就是在九月中旬左右 訂在國慶假期有六桌的飯菜 那另外邪城網也指出 十一長假最熱門的旅遊景點 就是去日本了 現在我們請唐老師來看 大陸的民眾越來越敢花錢了嗎 這種心態上是不是已經出現了改變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目前的這個情況 原本這個習近平主席他講 他說這個一個是內循環一個是外循環 兩個要相互為用 那可是現在這個外循環的這一塊 好像這個並不是有這麼樣的起色 可是這個內循環呢 現在已經慢慢慢慢在鬆綁 而且呢慢慢慢慢在這個發展當中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最近的這個十一的這個長假 它確實就讓我們感覺到 這個慢慢慢慢要恢復到什麼呢 恢復到這個疫情之前的情況 因為疫情確實產生了相當大的這種傷害 因為除了疫情以外呢 再加上這個外界的這個因素 就使得中方的這種 不管是你的這個房屋政策也好 或是你的這個財政政策也好 都受到了很大很大的束縛 那現在呢現在已經好像到了一個定點了以後呢 它開始開始要反彈了 那你在這種反彈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那當然這一次的這個十一長假 就是一個最好的指標 因為我們看到了 第一個它的價錢呢 譬如說你住房 價錢比以往要便宜了 那這樣子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這個民眾的消費的這種意願 就提高了 另外呢它還有這個 譬如說消費券 譬如說上海的這個消費券 當然也會促成這個消費的這種成長 那所以說這些組合權呢 全部把它加在一起的話呢 那我是覺得說這一次啊 可以可以說是一種的 觸底反彈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它最近就從這個 疫情開始到 到目前的這段時間當中啊 這個整個大陸的情況 雖然很多的報導都說 哎呀這個問題很嚴重啊 可是呢它基本還是非常穩定 這一點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你說這種情況 你到中南美洲 到什麼其他國家 老早鬧革命了 可是這一點在中國呢 在中國大陸呢 它的這個情況 是跟人家不一樣的 在最大的 當然很多很多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 我是覺得說它有一個非常 這個廣泛的一個農村的這個效果 所謂農村的效果是什麼呢 你有工作我去城市 我一直沒工作我就回農村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起碼這個社會可以保持穩定 這個跟其他的亞非拉國家 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們都受到這個 大國企業的佔領 把土地都佔領了 那他們 所以說它會形成平民窟 可是你去中國大陸 哪裡有平民窟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所以呢 它在這個穩定的基礎上 只要能夠這個政策鬆綁 或者說政策的刺激 它現在開始慢慢慢慢 又活絡起來 好消費恢復了信心 那股市是不是一定會恢復了信心呢 其實外資現在看A股都說 這個大牛是來了 而且分成兩個層面 我們來看到這個新開戶數 年輕人00後跟90後 現在在過去一周 這個開戶數有七成都是來自這些年輕人 這是券商說的 這個值班人員在長假期間還要處理開戶 我就知道有多熱門了 再來呢 比較資深的這一些投資人 我們來看到市場做的分析說 主要行情A股 貢獻的就是這些體量大 穩定性高的耐心資本所引導的 所以我們請賴教授來幫我們看 如何掌握這些耐心資本 因為這是比較重要的一筆資金 您如何看 長假前這個禮拜大陸的股市燒得很大 我們很明顯地看到這是很熱 貪婪的情況就很普遍了 我們都知道股市其實就是貪婪跟恐懼 不斷地交織進行 你現在大家都想貪 都想多鑽一遍 都想多撈一遍 我覺得上的幅度很大很快 它下的幅度也會很大很快 就不斷地在這個沖刷的過程中 慢慢地會走向一個健康的一個發展 目前這些年輕人90後 他們基本上來講 有的是大學剛畢業五年 有的是十年左右 而這些人的存款數都不大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會 目前大陸現在在盯的 就是有沒有過度擴張信用 因為大家都想賺點錢的時候 他們就會過度地擴張信用 所以大陸事實上它的政策 是要把它做多 它的工具箱也夠 然後它的人民的存款 也那個數量也都夠 事實上是夠這個股市走一個 長期好的方向發展 但是我覺得短時間內 上下上下不斷地這樣沖刷 這個是會發生 慢慢地會走向正常 基本上為什麼會 我們會有這麼大的信心 就是大陸就是要這樣做多了 而且政策一直在出來 然後一直防止這些 謝謝